頭條猜獎我們要衝百萬訂閱哦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日本是不是在考慮中方的立場 台灣2019年曾經有向日本提議過 要共享防空情報 可是人家日本是避而不打 認為跟台灣沒邦交 是不是考慮到中方呢 那就連南韓 晶片業者現在還是想賣東西 賣到什麼賣給露氣啊 而且這個露氣之前 被美國要列為黑名單 所以不行啊 所以南韓晶片業者四大財團 加強在美國的遊說 都是為了想要賺什麼露氣的錢吧 這個日本有這樣的心態 第一個他們在盟友之間 是自己分level的 日本會覺得我跟美國 才是一級的盟友 美國也會這樣子想 我比較看得起韓國南韓 因為南韓都跟我這個對干 是跟美國美韓同盟 跟美日同盟的等級比較接近 所以我沒有必要 share我的information給你台灣啦 你跟我不是同一個level的盟國 坦白講是有一點這樣 第二個他也不想呢 做不必要的去刺激中國大陸 為什麼 因為這個他們還是有 經濟整合的需求 他們是想要拿這個東西來 刺激中國大陸 但是不要讓中國大陸生氣到 反過來對日本產生威脅 所以他在這個方面來講 在真正遇到考驗的時候 在合作的時候 他們是縮起來的 只能夠插一些邊球 改改名字啊 插插邊球 或者台灣的這個代表處 改改名字這樣子開開心心 但真的遇到很敏感的 實際上全地衝突的時候 他們是非常謹慎的 非常保守 那麼南韓更是如此啊 南韓其實在這陣子 包括限寒令等等 漸漸開放裡面 南韓一方面他要先滿足美國 說好我願意到你美國設廠 可是實際上他知道 在地緣上還有在供應鏈的強弱上 我今天如果想要搭上特斯拉 或者英特爾的列車 我要做的不是美國設廠啊 我要做的是加強我在中國大陸 跟這些國際大廠的連結 不然這個東西就讓出去啦 那憑什麼跟人家搶單啊 所以這個東西是世界供應鏈 所以他要向美國遊說 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第一個我來你這裡設廠 第二個我在那邊 如果沒有供應鏈 你美國不會比較好 你只是讓出更多的產能 可能給其他的大陸的 華為等等公司而已 你還不如讓給 讓我的韓國掌握一些產量 我還可以替你做一點事情 所以他是用這樣子一個方式 但是最後的結論就告訴大家說 世界離不開中國了 好來 來這個美俄中英法五國發布了聯合聲明 同意避免核武擴散以及核戰 那麼大陸外交部也強調 核戰爭是打不贏也打不得 那麼我也看到呢 其實中方這個外交部特別強調說 有推動寫入重申 不將核武器瞄準彼此 或者是任何的國家 那麼俄文版也有發布一個聯合聲明 強調核子戰爭不會有贏家 國家永遠不應該開啟核戰 大陸的外交部軍控司長也強調了 中國其實是一直採取不首先使用的政策 中國核能力保持在國安所需的最低水平 好 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利於和平 但是介大使我們看到也有人說 這是不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約定 不打核戰爭 所以呢就可以去打所謂的 另一種戰爭 只是非核的戰爭 其實聯合國這麼多年來 70多年來 這類協定通過好幾個 那基本上其實都在重申 這個核武不擴散 這個條約嘛 核武不要讓它擴散 那可是聯合國有其他一些國家 在多幾年前通過一個銷毀核武條約 那事實上有核武國家沒有一個簽約 也就是說不會放棄核武 只是不打核武戰爭 不過這一類的宣言 我覺得目前在搞核武問題 我的猜測應該是美國在後面 不斷的推 他說我們來大家通過這一些 其實美國是核武不斷的在精進的國家 所以就是說他等於就是說 等於說做賊喊捉賊 他是最大的賊 然後他說到處要捉賊 這個美國就是一貫玩這個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以現在的 講的一點沒錯 現在的核武核彈頭最多國家 就是美俄兩國了 中國大陸核彈頭照這個 照瑞典是這個 瑞典和平研究所的話是350枚 對美國也沒有辦法掌握很大的證據 常常以前就我看到好多什麼 什麼飛彈警啊或什麼東西啊 就指控中國大陸這個飛彈 這個核彈頭在增加 可是沒有實際的證據 那不過現在美國過去 在過去兩年內啊 從川普是把這個過去的 這時候核武的平衡打壞的國家 是誰你知道是美國 因為他把這個中島條約 跟俄羅斯的中島條約 把它把它單方面的這個摧毀 撕毀 另外一方面就開放天空規定 他也撕毀了 所以這個過去這個 常好不容易得到的核平衡 核武平衡 美國是打破這個平衡的 而且最近一直在搶 炒核武的問題的 都是美國國務院 放很多風聲 所以我覺得是作賊喊作賊了 是真的是美國在背後推 還是也許是中方呢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機 忽然要簽這個 我請教一下楊永明老師 是不是因為俄烏的情勢 正在緊張呢 有這個可能性嗎 這個案子其實是歷史第一次 也就是這P5或者是N5 也就是這朱美英法俄 共同簽署的一個就是 反對核子戰爭 然後促使核子的這個 就是軍備的這個減少 這是第一次 那但是聯合國呢 是針對NPT的 另外其他的這個決議 是俄羅斯先提議的 差不多半年前 但是談了這麼長一段時間 是因為法國對於 這裡面的文字 因為法國採取的 其實還是一種核子嚇阻 那他擔心這樣一個決議 這樣一個聲明呢 可能會影響到嚇阻的這個效益 所以後來在文字上 有一些推敲 是俄羅斯為什麼這樣提出來 所以你看他現在 法國俄羅斯 中國大陸 都有一些反應 到現在為止 美國英國沒有做任何的 就是說評論 主流的媒體 也還在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點看不太懂 俄羅斯其實在半年前 提出來的時候 關鍵是 俄羅斯在這個這幾年 在整個軍備上 以及在軍事上 戰略上其實越來越積極 在這個極音速飛彈的發展上 也取得了這一些成就 因此呢 同時他現在開始展開在烏克蘭 這整個相關的這個 等於是事件 他會擔心說 事件可能會由衝突 演發變成核子大戰 所以他希望說能夠降低 這種核子大戰的核子戰爭 這種可能性 增加彼此互信 但是另外一方面最大的關鍵 這個大使講的也沒有錯 關鍵是美國 美國的核子戰略 開始在做很微妙的轉變 而且很清楚 比如說AUKUS 要給予澳洲的8艘核潛艦 這是不是違反NPT 我個人認為是的 它是核子技術的擴散 如果澳洲真的取得了 核潛艦的時候呢 它就有微型的這種 就是核子反應爐 然後呢武器級的這個 你接下來是不是就可以取得武器 因為NPT的一個很重要關鍵 就是非核五國 能夠接受到核技術 只能用於核平用途 發電研究 或者是這個等於是醫療 核潛艦是核平用途嗎 當然不是對不對 那現在韓國也在喊 韓國那個李在明 現在可能會當選總統 李在明也說 希望美國比照AUKUS 給予韓國核潛艦 同時對於印度的這個 就是說核子武器的發展 美國也是睜之眼閉之眼 美國對於伊朗的核子談判呢 又不願意回去 那現在呢在這個 東歐烏克蘭可能會跟出俄羅斯 產生這個軍事衝突 所以美國現在美國同時在開始 以前那核三位一體 也就是陸基以及潛射 還有就是戰略的轟炸機 那現在開始在增加新型的這些 就是說這個洲際飛彈 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是 真的會擔心 美國的新的這種在 從東邊到西邊 印太戰略到烏克蘭的這種 逼近式的戰爭邊緣的 接近到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會使得就是兩國可能真的 在哪一邊會發生軍事上的衝突 甚至變成一個世界大戰 我剛剛提到那個文章 就是認為如此啊 在台海最後可能會變成一個大戰型 那這樣幾個情況 你怎麼去增加彼此之間的互信 避免真的發生核子戰爭 我覺得這個宣言 這個宣言反而讓我有點緊張 以前大家都覺得 核子相互平衡嘛 對啊 恐怖平衡 現在反而有這個東西是表示說 這個平衡有一點鬆動